这个饥不择食的瞎子叫小马 他看上了前辈的媳妇 只要有机会就往人身上蹭 对方面色潮红带着娇羞 但心里还有最后一道的底线 旁人刚开始都以为两人在嘻嘻打闹 直到女人的声音变了味儿 众人都安静了下来 前辈的脸色更是无比难看 可他实在是懦弱 而小马之所以这么大胆 也跟他的家庭环境脱不了关系 八岁那年 小马和母亲意外出了车祸 母亲当场去世 而他双目就此失明 亲戚们为了安慰小马 说这是暂时性失明 小马在这样的期望中长大成人 而许多年后 他再度去医院 却被医生告知无能为力 那一刻小马的信念崩塌 他一把摔下了瓷碗 拿起碎片划上了脖子 本以为这样就能解脱 然而他还是存活了下来 他进了盲人学校 学会了推拿这一项技能 毕业后 他便分配到了本地一家盲人推拿店 老板姓秦 是个天生姓全盲 他虽然什么都看不见 但为人风流多情 渴望美马婚姻 然而每次都以失败高中 好不容易有个愿意结婚的 却被父母绑了回去 但秦老板依旧孜孜不倦 不过他不是随便的人 只喜欢漂亮的 自从店里来了卫星人叫小红 连客人都纷纷夸他长得美艳大方 时间长了 秦老板也这样认为 他准备挑个机会下手 就在这时 昔日好友大东 带着媳妇小美投奔店中 两人关系不错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大东足够老实本分 他有情有义 对小美也是呵护备智 但两人的恋情 女方父母并不知情 小美知道 他们不会同意女儿嫁个全盲 索性便隐瞒了下来 等到时候 两人有了钱开了店再说其他 不过当小美进店那一刻 小马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 那股味道在他心中久久会散不去 渐渐成了执念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因为店里人多 大家每天聚在宿舍里 嘻嘻打闹 因为看不见 索性男女混居 有人唱歌 有人聊天 大家感情都不错 在此期间 那股香水味 一直在小马身边环绕 他知道 大家都看不见 于是故意贴近嫂子身子 晚上的时候 他更是借着打闹的空档 见人弄到了床铺 老实的大东没说什么 因为小美起身后 立马拽住了她的手臂 可有了这一次 还有下一次 大胆的小马 直接将人堵在了没人的房间 开始上下起手 小美不断反抗 才没让人得逞 眼看这样下去要出大事 于是常去洗头房的同事 将小马强拉硬拽过去 为了让人迷途知返 他给小马点了一个专属妹子 也是在这一天夜里 小马彻底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这部国产电影 曾多次遭近 不只是因为黄轩的大胆演出 更是直白剖析了 盲人群体的欲望纠葛 盲人小马爱上了大哥的女人 三番两次骚扰嫂子 同事怕他酿成大错 又怕他逼出病来 就带人去了洗头房 小马在路上很排斥 身为盲人 他本就自卑 结果还要去那种地方被人笑话 最后经不住同事的声拉硬拽 小马还是进了屋 并且成功跟店里头牌花花过了一夜 经此 小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也对花花产生了不一样的情谊 两人经常一起逛街聊天 小马给予了对方充分的尊重 花花也拿出来自己所有的温柔 在某种条件下 他们仿佛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此时在推拿店中 客人们纷纷夸赞小红的容貌 这样看不见东西的秦老板 心生涟漪 他虽然看不见 但对美有着强烈的渴望 在欲望的驱使下 他将小红单独叫进了办公室 对其上下其手 可摸了半天 也不知道有多美 但即便如此 秦老板还是对其念念不忘 时间久了 仿佛成了心病 于是他主动跟人表白 实质小红却一语重地 他认为秦老板 只是用虚荣心爱上了一个轮廓 实际上 对方不爱任何人 而小红之所以说话不留余地 也是因为心有所属 身为美人 他也爱帅哥 那就是活力满满的小马 可惜两人在工作中 接触的并不多 小红也找不到机会搭讪 几天后 嫂子小美在房间痛哭起来 原来她的父母 不同意对方跟大东谈恋爱 因为全忙和半忙是两个性质 现在的小美 也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 而此时的大东也自身难保 她母亲和弟弟都是健康人 然而一大家子 只有大东这个残疾人 在努力生活 弟弟有手好闲 只要没钱 就来打哥哥的主意 自从上次 大东拒绝福地之后 对方竟然搞起了高利贷 现在钱还不上 父母便让大东 先把结婚备用金拿出来 但这钱 是两人感情的保证 本就违背父母意愿 私自跟大东在一起的小美 十分没有安全感 如果这笔钱都没了 那两人的日子会更难过 但眼看债主讨上了门 大东只能擅自将钱拿回了家 他本来尽快解决这事 谁知债主一直冷嘲热讽 甚至胖揍了弟弟一顿 大东心一横 他将钱放了起来 然后冲进厨房拿了把刀 然后就开始往自己身上划了 鲜血渗出后 催债的小混混也无动于衷 甚至有种开好戏的冲动 最终 大东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将刀慢慢伸向了自己的脖子 看到这个架势 小混混们才知道 这人来真的 他们不想闹出人命 这才作罢 大东被送进了医院 听到男友的遭遇 小美痛不欲生 在世俗的洪流中 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 而作为底层人的生活 更是千变万化 花花和小马的感情趋于稳定 但不知为何 这次小马前去找人 却被其他姐妹拦着不让进 耳朵灵敏的小马 听到屋里传来的打骂声 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冲上前去 使劲踹门 想要解救花花 最终男人出来了 他一肚子火 对着小马发泄开来 鲜血喷涌后 小马居然不弄反省 因为经过这么冲击 他竟然感受到了光亮 那一刻失去半条命也是值得的 小马大笑着 跌跌撞撞跑出按摩店 他迫不及待 想要看清同事的面容 男女混住的盲人按摩店里 每到晚上便会欲望重生 仗着大家都看不见 小马将自己的嫂子翻身压倒 声音变了味道 气氛也变得尴尬 好在同事出面 将憋出回来的小马 带到了当地洗头房 在这里 小马遇到了真爱花花 他想起之前 对嫂子做得大不敬的事 于是便找到了人道歉 嫂子很大度说没事 自己谁也没告诉 年轻人总一冲动 说爸便要离开 但小马却激动了 拉着对方的手猛捶自己 这样他才安心 从这里的举动不难看出 小马年轻冲动 虽然是个盲人 但毕竟是二十多岁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下了班后 他照例去找花花 结果却因被警察查到 送进了警局 本就觉得自身 定人一等的小马 觉得尊严扫地 即便最后被放了出来 同事们也会怯怯思语 小红看到难过的小马 不禁主动上前安慰 这样简单的搭话 让小红很紧张 开导小马后 气氛逐渐变得暧昧 小马察觉到不对小起身 小红直接伸手 结果却被推开 他痛苦地哭了起来 此时心里已经装满花花的小马 不顾自尊再次去了洗头房 结果因祸得福眼睛见了光 他不顾身上的伤 跌跌撞撞奔回了按摩店 他看到了所有同事的长相 心里激动万分 几天后 他养好伤再次来到洗头房 看着眼前欣赏人的长相 小马更加觉得捡到了宝 这一夜过后 小马和小花便不告而别 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与此同时 暗恋小马的小红 手指被夹断 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按摩的手出了事 那相当于没了工作 热心的大伙 凑了钱给小红 但这样的做法 无疑让盲人和盲人间 又划开界限 自尊心强的小红没有收钱 默默离开了 他的不告而别 让一直心细于他的秦老板 一蹶不振 最后他干脆关了店面 解散了大家 就此 大东带着媳妇小美 去了深圳继续打拼 秦老板回了乡下 过起来安稳日子 小红也开始了新生活 而曾经消失的小马 已经带着花花 到了完全陌生的城市 并在巷子里 开启了夫妻推拿店 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过去 曾经那个热热闹闹的按摩房 也成了许多人回忆中的展场 这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里面可以说是重型云集 而秦浩饰演的瞎子 更让人觉得入目三分 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这部的小伙伴